親愛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 平安 很高興我們今天可以一起繼續在這邊 今天呢 我要用一個故事來作為企圖 這個故事就是一隻老虎 一隻老虎 有一個獵人呢 他有一天就想說 我一定要挑戰看看 我要去打什麼 打老虎 那打老虎一定要躲起來啊 不然很容易就被發現 那他就想說 趁什麼時候去的時候最好 每一個人每一天睡覺的時候 最不會做什麼事情對不對 那他就想說 那我一定要晚上去 然後晚上去他就趕快躲起來 躲得很好 結果有一件事情 晚上有什麼 你睡覺最討厭什麼 嗯 對 他就一直聽到 嗯 嗯 然後就一直叮他 你被蚊子叮的時候 你就會開始覺得全身很癢 不管他有沒有叮你 那這個獵人呢 他就覺得 喔很煩耶 怎麼一直來 他會做什麼事 起來打蚊子 對不對 他就一直啪啪啪啪 那你猜 那一隻老虎如果聽到 有人在那邊一直打 他還會來嗎 不會 他隔天連一隻老虎都沒有被打到 反而全身 都被叮了一包一包 親愛的弟兄姐妹 我今天說 我有一個夢 在你年輕的時候 應該是說 從你幼稚園的時候 你就開始有一個夢在醞釀吧 老師就會想說 你以後想當什麼啊 從小的時候 我們就會開始問了 一直問到你國中 你高中 甚至你大學畢業 你會想說我有一個夢要幹嘛 我想出去工作 我想做什麼事情 或者是我想現身 然後去讀神學院 到你在工作的時候 你會不會有一個夢 想說我要幹嘛 但是我相信在這個 我們服侍的場合裡面 在我們的教會裡面 我們都曾經有一個共同的夢 就是服侍神 我們的心裡面 一定曾經有某一個時刻 有那種感動是 我想要不是神 可是我不知道我要做什麼 今天這樣的夢 應該曾經在你的心裡面想過 有些人有行動 有些人就 再等一下好了 好像我不行耶 可是其實你可以 其實你可以 今天我們透過我們在這段經文裡面 我們要知道神要跟我們說 很多鼓勵我們的話語是 我們可以服侍神 我們因為可能家裡都會覺得很忙 我們就覺得我們沒辦法服侍神 我們可能因為覺得我們沒有讀很多書 我們沒有受過神學訓練 我們就不敢服侍神 所以我們開始怎麼樣 哪裡有大減價 我們就會覺得 要趕快去 都忘了回到神的懷抱裡面 我們在乎的是什麼 跳樓大牌賣 我覺得我很難抵擋那種 買一件送一件的那種誘惑 或者是買一千 所以你就可以升級為VIP卡 通常如果你差八百 你會不會再湊兩百 有時候我們都會一直處在那個 這個世界好像就應該這樣做 所以我們應該這樣做 我們時常會受這個世界影響 那當我們工作到一個階段 就開始想說 我要升官 所以服侍的事情怎麼樣 等我退休啊 我們時常會受這些東西 來影響我們服侍 所以有人說人生像什麼 人生像一道階梯 當你在往上走的時候 有時候會回頭看一下 我以前多風光 然後人生像什麼 像一本書 聰明的人會怎麼樣 很仔細的讀 那覺得愚蠢的人會怎麼樣 就翻過就好了 每天就這樣過這樣過就好 再來人生像什麼 馬拉松 你起跑贏的時候 你後面一定贏嗎 不一定 人生像什麼 如戲 人生像在演戲 就是你哭了 你出生的時候 被你的自己的哭聲吵醒 那當你人生結束的時候 在別人的哭聲裡面 就這樣 謝幕 再來人生如夢醒來 才會 好像 昨天好像 怎麼好像在做夢一樣 有些人說 人生是通往死亡的一道旅程 好 這棟房子很漂亮 那我們來看這一個人 他的頭髮 他把頭髮刻成一隻蜥蜴耶 我看到這張圖片的時候 我覺得 好酷喔 真的這個設計師 真的不太簡單 看到這兩個東西的時候 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就是 我們活在一個 什麼都要追求進步 什麼都要追求最好 你有沒有想過 你好懷念你小時候那種生活 我雖然小時候生活的環境不是很好 可是我覺得 我很懷念 因為我覺得那很棒 然後跟我爸爸媽媽聊天 他們也說 他們覺得以前比較好 我不知道你們覺得現在比較好 還是以前比較好 但是告訴我們的是 現在我們的社會所追求的 就是道德相對多元 你一定要重視你眼睛所看到的 你一定要重視你所享受的 但是神要在你 要讓你在這裡面 活出什麼不一樣的生命 今天我們的經文 他說在大戶人家裡面 有金器跟銀器 也有木器跟瓦器 有作為貴重的跟卑賤的 再來 人若是結 脫離卑賤的事 就必做貴重的器皿 何無主用 今天 一個器皿 它能不能備用 一定它要是最好的嗎 經文裡面告訴我們 只要你的生命裡面 充滿神的心香 只要你那一輩子 神使用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這一切 都不一樣 有一個修道院 它在那一個地方 就是生存得非常辛苦 它是德雷莎修女所主持的修道院 那這個修道院裡面呢 它去幫助很多所有 就是受苦的小孩子 那他們都會去招募志工 所以自然有人會來這間修道院裡面 他們想當任志工 那在他們招募志工的時候 有一個穿得很時尚的小姐 很摩登的小姐 就來說 我要參加 她要參加的時候呢 他就帶領她 所有他們家最貴重的東西 都把她帶來 因為她從小就被養成那種 我就是要使用最好的 那當她去服務處報到的時候呢 那個小姐就跟她說 你身上的東西你都必須脫下 然後給她換上一件最簡單的衣服 告訴她所有的仆人說 你們所帶的這些東西 在我們修道院裡面 一樣都用不到 因為神會給我們所需要的東西 今天神會給我們每一個人所需要的東西 就算你沒有 神也早就為你預備了 親愛的弟兄姊妹 我們要想 當我們成為一個基督徒的時候 剛剛這個破蛋 你有能活出一個新的生命 你覺得今天你跟人家講說 我是基督徒的時候 你有跟以前不一樣嗎 今天你要問你自己 是不是成為一位基督徒 我覺得最簡單的一個問題就是 你有沒有活出一個新的生命 再來當你活出一個新的生命的時候 你會發現你是願意委身的 因為你跟以前不一樣 我之前在看GoodTV的時候 有一個牧師他分享到說 有一間員工的老闆 他是基督徒 那他底下也請了很多那個基督徒的同工 但是他所有的員工都很認真的去做禮拜 那神學生去研究他們去調查他們的時候 就訪問他們的員工說 為什麼你們所有的員工 每個人就是禮拜日不會想說 要在家裡休息一下 因為工作都很辛苦了 你們怎麼都這麼努力的去做禮拜 那個員工說 因為只有在那一天我才能看到我們的老闆 站在教會門口前面 然後很客氣的跟我說 欸 兄弟啊 你平安喔 不然每次我一句都是 所以呢 他們很喜歡來到教會裡面 因為我有那一天才能看到他老闆就是 不一樣 很和善 今天我們成為一個基督徒 你是從裡面改變出來 還是你只是想說 我禮拜日要當一個基督徒 神要我們服侍祂是在每一天 每一刻從禮拜一到禮拜日 我們都要活出基督的生命 我們再來看 今天神如果邀請你跟隨祂的時候 你會轉頭就走 還是說我在這裡 神呼召我們每一個人 出來做事情的時候 我們都會害怕 但是神說我要與你同在 今天我們在一段經文說 耶和華不像人看的 人是看外貌 耶和華是看你的內心 我們有時候都會覺得 我們有時候都會覺得 一定愛神這夠會倒 然後呢一定要長得很漂亮 然後外表呢 就是你的工作一定要好 一定要有讀書 神說沒有 你只要有那個心 你就來服侍我吧 之前有一本書讓高牆倒下吧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這本書裡面有一個故事我很喜歡 他講到在聖彼的大教堂裡面 他們的教宗安息了 安息了要去哪裡 你想教宗安息會去哪裡 當然是去天堂 因為對我們而言 教宗好像就握有那個天國的樣子 那這個教宗安息之後呢 他就上天堂 去的時候呢 那裡面的迎接的人員就笑嘻嘻的來迎接他 那他就跟他說 請問你是誰啊 他就說 我是那個聖彼得大教堂的教宗 那個人就說 可是我翻翻我的資料裡面好像沒有這個人 那他就說 你還有沒有另外一個頭銜 他就說 嗯 那我想一下喔 我做過那個書記主教 這個人就聽到 就翻翻看 欸 有這個人嗎 沒有 他就說 那你還有做過什麼東西嗎 他就說 啊 我做過其中一個地方的區木的那個主教 我幫助過那個地方 結果那個事務員又翻一翻 有嗎 還是沒有 他說 你再想一下 這個時候呢 他就想起來了 他說 啊 我知道了 在我最年輕的時候 我曾經在一個最弱小的一個地方 當過八年的祝堂神父 在那裡面大家都叫我保羅神父 那個人一翻 喔 有欸 在這裡面寫什麼 寫說 你是一個仁慈的教父 還幫助許多貧窮的孩子 歡迎你喔 保羅神父 後來這個保羅神父在天堂裡面看到 地上那個 教宗為了 就是 嗯 不是慶祝 應該是說 就要追師禮拜的時候 那個盛大的場面 他覺得 這一切都好像只是夢 那之後電視又 播報說 已經產生了一個新的教宗 這個保羅神父 只有想一件事情說 如果有機會 他一定要傳一封訊息 給現在這個新的教宗 告訴他 不要忘記 他是誰 今天我們在服侍神的時候 我們 做什麼 我們覺得 啊 我很認真 還是我有一顆 我真的願意主教我做什麼 我就做什麼的心 或許我們每一個人 都 不一樣 有不一樣的個性 但是神看重的是 我們每個人那顆 純潔的心 這一顆鑽石呢 是有一個人 某一天要跟一個人求婚用的 那個女主角是誰 啊 有可能是我 對不對 這一個人 他選了一顆鑽石 我不知道大家被求婚的時候 女生在意的是什麼 但是我們知道現在 如果你看電視報導上 一定都要幾顆拉以上 對不對 對 然後呢 大家都會覺得 哇 他好好 真是太幸福了 但是那個石克拉裡面 有沒有純潔 是不是真的好的鑽石 有一個人 要跟他的女朋友求婚的時候呢 他就想了很久 好像一定要大顆才好看 女朋友才有面子 那之後他又挑中了一顆小的 可是那顆鑽石裡面是沒有雜質的 你猜他之後會用哪一顆 對 他用的那顆小的沒有雜質的 為什麼 因為他要告訴他的太太 他未來的老婆說 就算這一顆大的鑽石看起來再怎麼大 但是我的內心沒有純潔 這顆小的鑽石看起來小小的 但是象徵我給你的愛情是怎麼樣 是最棒的 是最好的 所以呢 他在選鑽石的時候 雖然他內心很掙扎 但是他最後決定用哪一顆很純潔的鑽石 來向神拿著愛情 今天在我們的服飾上面也一樣 我們要用最純潔的 最棒的 所以人家說清新的人 他們必得見神 今天的金文告訴我們 我們要智潔 我們要活出最純真的生命 當我們預備好志祺的時候 神就必大大的使用我們每一個人 神不要你有很高的學歷 也不要你有很多的財富 不要你像那個教宗一樣有很大的頭銜 他只要的是你跟那個保羅神父一樣 用最單純的心 做最微小的事情 幫助那最需要的人 我們知道在整個聖經裡面 我們後面要用聖經裡面的人物 來讓我們知道 每一個人被神檢選的原因都很簡單 不用太大的頭銜 不用太多的錢 不用有很棒的外貌 這個人是亞伯拉罕 我們讀聖經的時候都會讀到他的故事 他有很有錢嗎 神為什麼檢選他成為一國之父 這個人一定很重要 不然他怎麼會被選上 但是他被選上的時候他說什麼 亞伯拉罕因著信 亞伯拉罕被檢選的時候 他因著信 神跟他說你要出去 經文說什麼 還不知道往哪裡去 這對一個人來說是非常嚴重 甚至會很緊張 如果今天要你搬家 我跟你說 你今天回去把所有的家當都搬出來外面放 但是我不知道你要去哪裡 你有這個信心相信我嗎 說不定我早就為你預備了一個很好的地方 比現在更好的 我只是沒告訴你而已 但是你敢相信我嗎 神檢選亞伯拉罕的時候 沒有說他怎麼樣 他只說他因著信 亞伯拉罕因著他的信心 他去聽神的話語 他遵守神的話語 而且最重要的是 他去走 有時候我們只有聽一聽 然後就忘了去走 神說你要活出他的生命來 當亞伯拉罕要獻以撒的時候 他已經知道神是一個聽人禱告的神 而且是一個可以信靠的神 他獻以撒的時候有迟疑嗎 沒有 所以神檢選一個人的時候 只看中他的信心 再來第二個人 這個人是約瑟 看他穿那件彩衣 我相信我們都知道他的故事 約瑟是 如果你看到他穿這個彩衣的時候 你會覺得 他在他們家一定是 備受寵愛 然後就會變成一個很 驕傲的孩子 但是我這一次在 準備這一個約瑟的故事的時候 我有一個很深的感觸 當我重新去看他整個經文的時候 我覺得約瑟是一個很棒的人 如果你回家的時候 你媽媽非常的寵愛你 跟你的哥哥都不一樣 跟你所有的親戚都不一樣 你在你們親戚裡面就是 就是當偉大的那一個 你的心裡會怎麼樣 我就是最好 我就是最棒 但是約瑟 我們看他的故事裡面 他沒有 當我們回去如果有機會 可以再重新看一次約瑟的故事 約瑟他感覺上 好像是被寵壞的孩子 但是他卻是神要大大使用的人 因為他沒有 反而在裡面被分別為聖 神曾呼召他的家庭 當他們見到他的哥哥 姨嫂的時候 他們很開心 因為他們本來想說 他的哥哥可能會很生氣 但是之後神讓他們 平平安安的回到他們的家裡面 讓他們在那邊租了一座坛 這是他們第一次在他們家庭裡面 就租一座坛敬拜神 第二次的時候呢 神也呼召他的家庭 他說你們要 你們中間的外邦神 也要智傑更換衣裳 我們要起來上伯特利去 在那裡我要租一座坛給神 這是雅各跟他的孩子說的 這個更換衣裳 就是告訴他的孩子說 你們要智傑成為神 所要使用的人 看起來 好像他的孩子有 因為他的孩子就把他們的 就是那個偶像都交給他爸爸 可是其實沒有 他的孩子馬上又去殺了一大堆人 神呼召你的時候 你有智傑預備給神使用嗎 還是還是過著那原本的生活 只有一個人 那個人就是約瑟 他完全沒有受影響 他在這個世代裡面分別為聖 在他十個個個裡面 他就是不一樣 所以神預備他 讓他不管遇到多困難的事情 神都與他同在 所以之後我們知道 他成為一國的宅相 再來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就是這個人叫做蛋以利 我特別會提到他是因為 他是被別人就是擄回來的 如果你今天被別人抓走 你心裡會想什麼 神是我啊 我是怎麼要來啊 為什麼是我 我為什麼要在這一國裡面這樣幫助人家 啊不然就跟他們一樣好了 不然我哪一天會被揍 但是他沒有 他一樣分別為聖 他也沒有用他說讀過的書 他也沒有用他所有的地契 他也沒有怎麼樣 他只有單單的信靠神 再來一個人 就是西門的悅母 我特別喜歡他的是 他本來得了一個很 就是很嚴重的熱病 那有人就求耶穌醫治他 耶穌醫治他的時候 當他斥責這熱病的時候 樂就給了他怎麼樣 立刻起來 不是他 神在你的生命裡面 曾經有呼召過你是你 那內心的渴望馬上覺得 我一定要不是神 可是弟兄姊妹 在我跟很多同工分享的時候 我發現我們那個熱情 大概回到家以後 你就開始被減少了 因為你會想說我要雇孩子 我要工作我要幹嘛 但是神要的是 當你有那個感動的時候 你就應該立刻起來不是神 不管你做什麼 後來他的悅母幫助了很多人 他悅母幫助了很多人 今天我們覺得我們自己 很渺小的時候 好像不行的時候 神說 我不是看跟人一樣 是看你的內心 那有人就會開始說 不行啦 我年紀比較大 就是年紀比較長了 我沒辦法 神經裡面有一個人 他是亞伯拉罕的一個仆人 神經裡面怎麼寫 他說他是全夜最老的仆人 他要去幹嘛 他要去娶妻 他是最老的仆人 那他用他的智慧 他就跟曲神求 求說我需要有一個女子 來成為他的妻子 那之後誰就出來了 立百家就出來了 當他出來的時候呢 他幫以撒娶了一個太太 他說 經文怎麼記載 他說 以撒娶了這個太太之後 他的心才得了安慰 他才真的快樂 所以今天當你說你我年紀很大了 但是聖經上使用一個全夜最老的仆人 來成就了一件大事 再來 你說我是小女子 我還不行啦 我沒力氣也沒那個頭腦 可是乃曼他們有一個小女子 幫助他 讓他得著全身的結晶 萊曼他得著大麻風的時候呢 他不知道怎麼辦 那他們滷了一個小女子回來的時候 這個小女子呢 在服侍他的太太 就跟他的太太說 巴不得我的主人可以去見 他必能得醫治 這個小女子只用了一個怎麼樣的心 關懷他主人的心 今天我們或許想做很多的服事 但是其實我們不知道做什麼 你可以發揮你關懷的心 最後這個小朋友 如果你說我還很小 在屬靈的年紀上面也很小 沒有關係 把你有的你覺得你現在有的 就獻給神 神一樣能透過這樣東西 來幫助許多的人 在整本聖經裡 我們看見神呼召很多人來幫助他 來傳他的福音 他們沒有特別厲害 只因為他們願意被神使用 所以我們知道天生我才都必有用的 這句話是可以從聖經裡面得到印證的 這隻海豚呢 他是美國 日本的一隻海豚 那這隻海豚其實他很 是所有的海豚裡面最笨的 所有的海豚在表演的時候都能完美的跳水 只有這隻海豚每次都噗噗 然後大家就會啊 可是 這隻最不會跳水的海豚 在那一個 就是水世界裡面 是最受歡迎的 因為只有他在認真跳的時候 別人就會看見他好認真 然後大家就會很開心 雖然他失敗了 可是他帶給別人很大的安慰 日本學家有一個學者 就針對這隻海豚說了一件事情 他說為什麼大家會這麼喜歡這隻海豚 因為在我們的人生裡面都會有失敗 當我們看見這隻海豚在失敗裡面一樣 那麼認真的時候 會反而去激勵我們 讓我們更有力量往前走 所以今天不管我們做什麼不是 或者是可能失敗的時候 你都可以幫助別人 好這張圖片呢 你們看左下看右下 上面寫什麼 讓你們看哪邊 當我在跟我先生玩這一張圖片的時候 他就說不行啦 你要先說 你要先說請看右下角 然後呢大家會先看哪邊 當我們在服侍神的時候 會發生一件事情是 你要看神可是大家都一直叫你看另外一邊 因為這是我們的世界 就跟這一張圖一樣 我告訴你們請看右下角 可是你都會馬上看到什麼 那一個大大的箭頭 神要我們跟隨他 要我們專心的來走這一條路 真的不簡單 就像這張圖片我們時常會受影響 但是我們一定要記得 當你跑百米的時候 你所看到的是什麼 衝啊 你只有衝才會贏 你只有專注那一個目標的時候 你才會跑得比別人快 如果當你要起跑的時候 你心裡想說 啊我哪個娃娃跟他無關 你心裡會不會亂 停一下 我們每一個人在做任何一件事情的時候 都要緊緊的 那一個目標一定要非常清楚 當我們在服侍神的時候 也一樣要擁有那一個目標 跟我們分享一件經文 然後這一節經文我們都會唸的 我們一起來唸 背禮筆書三章十三到十四節 兄弟們 我不是屬於自己屬於得到了 我只有一件事 就是忘記背後 鼓勵踐險的 像個標杆石頭 跳得神在基督耶穌裡 從上面招我來得的獎項 最後給我們看一張圖 這是一張餐桌 那在這張餐桌裡面 它蘊含了很多 有關我們不是的部分 如果今天 你只是要去外面吃飯 然後你經過這家餐廳的時候 看到那個餐桌上面有垃圾 你會怎麼樣 走過去 對沒有錯 如果是我我也是走過去而已 因為我們只是經過的人 那當你去用餐的時候 然後你如果發現 哎呀上面怎麼有一滴可樂 還有剛剛滴下來的一個麵條 如果你坐下來了 你會叫服務生怎麼樣 來來來來來 你這個幫我擦一下 不然我不敢在這邊用餐 因為你是客人 那當你回家的時候 你發現你兒子把你的餐桌吃到 他全部都是舟的時候 你會怎麼樣 自己擦 不然就是叫他擦 不然就是自己擦 只能自己動手而已 對不對 今天在我們的教會裡面 我們每一個人 都是在自己的餐桌裡面 下禮拜我們要進行長子的救人 我相信很多同工 他們都預備好自己了 但是神只要用他們嗎 沒有你們都是這個家裡的人 剛剛說如果兒子把桌上 用到髒髒的誰擦 兒子自己也要擦 你也要跟著擦 所以不要忘記 當我們服侍神的時候 就是把你自己獻給神使用 我們今天要來唱這首回應詩是